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有些人以为天使乃是人死了以后化身成为天使的 但圣经怎么样来得看呢 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天使的数目第一是固定的 不会增多的 因为马太福音12章30节 耶稣讲到当复活的日子 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第二段的经文 启示录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 天使的数目是有千千万万 很多很多 第三个方便 应该每一位得救的人都有天使来的服侍他 但这并不表示 每一位的天使只能够侍候一个信徒 马太十八章第十节 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你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我天父的变 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得见 原来信了神的人一定有一个天使来的服侍他的 跟着下来我们来看看天使的类别 圣经记载到有一些特别离别的天使 以及他们负责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第一类的天使 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 人犯罪 离开神了以后 就被赶出这个伊甸园 神就差遣了 基禄伯在那个地方负责守卫神的圣洁 守卫神的伊甸园 这个基禄伯就是守卫神的圣洁的 那另外方面呢 以撒亚书的六章第二节 讲到另外一类的天使叫撒拉佛 撒拉佛是负责宣告神的圣洁 以及洁净一切的 第三类就是大军或者是天使掌 但一类书十章十三节讲到这个米加勒 米加勒 谁像耶和华 谁像神 这个天使掌 这个天使掌要与魔鬼来的争战 而且战胜他的 那跟着下来我们来看看天使其他的工作 根据圣经的记载 最少有十四样的工作天使是会做的 第一 他们会敬拜赞美神 以撒亚书的六章第三节 第二 他们会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 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 第三个方面 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 他们会保护孩童的耶稣基督 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 就告诉我们 他们会服侍受试探的耶稣基督的 第五的方面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 他们是在克西玛利园服侍祷告中的主 受苦的主 跟着下来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到第七节 他们会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为什么我们说是他们宣告 而不是人宣告呢 因为根据这一段圣经 妇女去到坟墓那个地方的时候 忽然看见有两个 这两个Anglos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是什么呢 是人呢 还是神 是天使呢 我相信他们是天使 为什么呢 第一 他们是忽然出现的 第二 他们的衣服是放光的 第三 他们不是门徒 但他们确实知道 比门徒 比使徒知道更多 更清楚 更深入 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 以及应验 第七的方面 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讲到主再来的时候 天使会陪着我们的主 来的再来的 然后跟着下来 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十节 就告诉我们 他们会听从神的旨意 史路行传七章五十三节 西伯来书的二章二节 就告诉我们 天使也会传递律法 第十的方面 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九到五十节 他们甚至会施行刑罚 所以他们不光是被动的 而且主动可能施行审判 刑罚 十一的方面 单一理书十章十二节 他们会传递神的话 说神会答应使徒的 信徒的祷告 跟着下来 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 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 就告诉我们 他们会保护属于主的人 另外 史路行传八章二十六节 他们也会传递神的旨意 给神的仆人 让他们能够知道 何去何从 十四的方面 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 他能够领人到乐园那个地方去 好像那个地方记载 讨饭的拉斯洛死了 被天使带去 来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所以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他可以领人到这个乐园 那跟着下来 更重要的一件的事情 信徒对天使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要认定 他们是受造之物 不是造物主 以为这个缘故 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看 何宜地来对待他 希伯来书二章六到七节 告诉我们 他们的地位 只是暂时高于我们的人 暂时不是永远 是暂时高过人 跟着下来 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 也告诉我们 将来他要为每个信徒来的服役 他是我们的服役 是我们的天庸 因为这个缘故 既然他们是为我们效力 我们为什么要拜他们 为什么要遵从他们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个方面 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八 跟初外奇记的二十章四到五节 更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是绝对不能够拜天使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世界非常清楚 我们绝对不可以雕刻偶像 跟跪拜那些的偶像 凡是受造之物 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 都不是给我们拜的 我们唯一要拜的 就是创天造地的主 三一的真神 愿神的话提醒我们 以合一的态度来对待天使